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麦田 看过前面几期的都知道 我是小甜甜 小文艺 小清新 小有名气的脱口秀演员 很多人说我每次介绍自己 都说自己小 脱口秀的尺度却很大 在这里我回应一下 我的很大 你冷一下 上一期我把我的外号 改成小文艺 小清新后 我兄弟就吐槽我 麦田 你明显不文艺 明显不清新啊 我说是啊 所以才小啊 小的不明显啊 嫂子也和我吐槽你 说你小啊 说你那个心眼有点小 我缺点文艺 缺点清新 所以改名叫小文艺 小清新 做人缺什么 名字或者外号有什么 名字外号就要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对 所以我一直不敢指示 我的偶像郭德干的名字 缺德 有点忘词了 好尴尬怎么办 大家给点赞声好不好 今天的十号选手乐言 他的外号叫做隔壁老王 我一直在想 什么样的家庭啊 还缺隔壁老王 后来我知道是乐言想当海王 乐言获得了上一期海之声的脱口秀冠军 成了名副骑士的海王 获得冠军的单天 我就向他请教 乐言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乐言说 后天的努力很重要 于是我在失败后的第三天 努力准备脱口秀 后天的努力可不就是第三天吗 从现场大家不笑的景观看 乐言好像欺骗了我 回头我一定要找他算账 我有个朋友啊 都说 爱情是从欺骗开始 你懂我的图谋不轨 我懂你的故作矜持 我有个朋友 他的爱情很孤单 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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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底下说 他的爱情很孤单 最近他变胖了 他的手掌越来越大了 他的感情也越来越孤单了 因为越长大越孤单 很多人都知道是吧 看来你也很孤单 不是 这个我们线下脱口秀 再怎么扣 从那五块钱里扣吗 不合适吧 我朋友就去请教 海之声婚礼主持人 问他们怎么追女朋友 健废告诉他 追女朋友 你得学男餐了 他们画的饼 还送瓦罐汤 夏末告诉他 追女朋友 你得学印度人 印度人画的饼 还会飞 印度飞饼都吃过吧 刘畅告诉他 追女朋友 你得这样画饼 以后结婚了 房子都写你名字 新房子的专修 都按你的喜好来 我问 我朋友问 刘畅 刘畅 你是这样子 把你老婆骗到手的吗 我他妈的是这样子 被他骗到手的 大家都知道 刘畅被他老婆骗到手之后 他的钱都在他老婆那里 他想去搞钱 他就去办信用卡 银行拒绝了 办信用卡资料里面 有一项内容 让刘畅收入的来源 刘畅填都是 老婆的心情 作为男人 我非常鄙视刘畅 我他不一样 我的收入来源 是富婆的心情 前天刘畅给我 介绍了个富婆 那个时候我生病了 我在医院里坐着打吊针 刘畅来找我 麦田 南畅来了个富婆 要给我们投资 我们这边要有人去接待 你去吧 刘畅 为什么要我去呢 富婆对接待的人 有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熟悉杠州的 那杠州古堡里 李正去啊 第二个要求 是要脱口秀 讲得幽默的 那艾伦去啊 第三个要求 是长得帅的 扶我起来 是 大家看出来吧 我很帅吧 是 没看出来也没事 我也没看出来 其实我们这些 透过秀演员里 长得帅的 还得是齐成 小伙子 瘦瘦高高 白白净净 尤其是那个眼睛 不多不少 正好两个 齐成是我理工大学的校友 昨天骑车摔了一脚 摔得鼻青链中的 回来和我说 麦田 现在戴套也不安全了 我说齐成 你咋做 观众要求我们 第一级的环段子 少讲 麦田 是我骑车 把我带套的手机 给摔坏了 我不讲环段子 我讲给你给气的 你知道吗 现在理工大学 男生宿舍里 除了传板是值得 其他的都是弯的 不是 是吗 齐成 那你呢 我不一样啊 我不在宿舍住啊 我和男朋友出去住啊 开玩笑啊 其实性取向是正常的 因为长得太帅了 太多妹子骚扰了 所以对外形称自己是gay 长得太帅啊 这个烦恼毫不夸张地说 我也有 只是后来闹钟 把我吵醒了 上台之前 我很紧张 我的小伙伴安慰我 麦田 你上吧 没事 你的脱口秀出了不好笑一番 没有什么问题 赶紧上 谢谢大家 我是三号选手麦田 爱你们